那我现在先看一下 幻灯片 佛陀在印度马拉纳西初转法轮 那初转法轮当中 这是佛陀第一次到 遇到无比丘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放的普遍 可能有些人也有看过 尤其是汉堡 但是你要想 师傅为什么一直要重复放这些 是因为你心中啊 不一定升起强烈的 初六道轮回的心 六道轮回其实是很苦的 破夜苦 假如没有我们听闻到佛法 你想看 我们也曾经做过 茫茫大海中里面的鱼 我们也在天上住过 我们也在人间住过 就算你现在这一生 很有福报都在德国 可是啊 你却不知道你来生将来会去哪里 假如我们没有听到佛法 那我们就会很苦 所以接下来的短片 这些幻灯片 我今天会控制时间 因为我要讲的东西还很多 所以你首先你要了解 为什么师傅会重复一直放这些 是因为你内心里并没有 升起强烈的处理心 我们的眼睛可能只是看到眼前而已 就像今天天气很好 但刚才我从来的路上 所有的德国的路上 都是去玩 去游泳 他不会去坐下来想 生老病死从哪里来的 能想到的人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是我们住的南瞻步骤 那在这六道路里面呢 其实佛菩萨是不需要住在六道 佛菩萨若没有过去的大悲怨心的话 他是不会来这个世间的 所以举个例子 我们是根本看不到观世音宾萨 除非你对他很虔诚的奇情 你还要发愿 你还广修共养 你要很认真的羞耻 你这辈子才可能会见到观世音菩萨 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 上面有三善道 你看 天上 人间 阿修罗 三恶道 我们讲大悲观音菩萨 为什么要度六道的众生 尤其是地狱恶鬼众生 为什么佛教里面 请看三恶道 恶鬼道 待会我给你看图片 两个佛菩萨中间 有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前面 嗓的就是什么 恶鬼 其实老师跟你说 这些恶鬼道 甚至过去是谁呢 是人间学佛的佛弟子 因为观音菩萨 可能度无缘的众生 那这些众生 既然是佛弟子 为什么会变成恶鬼道呢 虽然脑筋里知道佛法 可是呢 烦恼习性不一定能控制 做了违反五戒十善的恶业 那你还是会度到恶道具的 所以为什么佛教 才会有中原超度 你没发现 基督教天主教并没有中原超度啊 对不对 所以 那我们既然说大病观音法门 可能你现在看 我们人间 你看得到是畜生道 可是畜生道里面 你会发现 有很好的有狮子 但是也有很可怜的蚂蚁 也有蟑螂 对不对 畜生里面呢 每个福德音乐也不同 畜生其实就是繁殖 以及就是继续生成 畜生里面呢 那最可悲的就是要被斩杀 所以佛教才会说 起慈悲心要放生 而要救度众生 因为谁都不希望被斩杀 所以你要好好去想这些道理 接下来那天上的天道 有弥勒菩萨在说佛法 可是你若不精进的话 你是遇不到弥勒菩萨 因为他是下一尊 当来下尊 弥勒尊佛 他的确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 因此六道轮回里面 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佛教认为 你看中间是一个佛 就算一只狗 一只猫 或者一个蟑螂 或者一个蚂蚁 或者一只蚊虫 他都会有佛性的 只是他的佛性 像镜子一样 是被很多的挥构给这笔的 接下来你看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 关于菩萨以后 这个很多的大愿 其实他有显现很多十种功能 就是标准我们贪嗔痴的心 所以心可以显现一切的万法 心创造一切 可是当我们讲心的时候 待会我会介绍 心是很抽象的 我们也很少想象过 心是什么样子 所以因此 霍业苦 霍业苦 你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你的心或安 你受了苦呢 你可能还会抱怨 说关心菩萨 并不保佑 所以你的信心 并不兼须 第三个 你没有学佛法的话 其实你心中 还是很多迷惑 这就是 生生世世苦的地方 所以 梅勒菩萨在天上 他教文 听文佛法 所以就算你不求生 极乐净土 今天若有时间 我还会讲 若是关心法 你来生要去哪里 那你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你选择上到天上 去见梅勒菩萨 也是很好的 接下来你看 这是云刚石窟的 交角弥勒 他是华严基的十地菩萨 可是跟我们现在看的 布袋和尚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人布袋和尚称为 叫做Happy Buddha 或者叫Lucky Buddha 关喜佛 其实真正的弥勒菩萨 是应该像新加坡所造的 唐朝造型的十地法云地菩萨 真正的弥勒菩萨是非常中严的 而且 他智慧 悲心愿力 广大无边 他的禅定敦波人 都是非常深的 所以弥勒菩萨处活的时候 还是有当来下尊两尊的菩萨做邪事 好 那在利益所有的众生当中 对不对 除了弥勒菩萨之外 还有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看八十五页 牵手牵眼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藏传佛教里面画的是什么 跟我们大乘中的白衣大事是完全不同 为什么呢 注意看 他有三个头 三层的头 每一个头有白色 绿色跟红色 白色代表临近 绿色代表愤怒 红色代表慈悲 向右旋转 然后第二层就是绿色在中间 第三层向右在旋转 红色在中间 三三得久 中间有一个蓝色 看起来很凶的 今天我会介绍观音菩萨的愤怒尊 华人里面很喜欢亲近的观世音菩萨 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佛菩萨会有很恐怖的呢 我会解释 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会显现愤怒尊 所以他叫阿达尔玛 在最上面的红色的呢 他叫阿弥陀佛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 观世音菩萨这个图代表牵手牵眼 牵手代表 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牵眼 你看每一个手里面代表智慧 所以要有能力跟智慧 所以我以前在 《显密人关于法门》讲经的时候呢 我开玩笑说 其实现在 雕观世音菩萨应该右手 然后拿一个computer 就要拿一个mobile phone 因为代表他能够度现代的众生 佛教的照相是会随着 时盖的演变而不同的 所以你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心中拿个模拟宝 模拟宝是什么 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当每人要求我们要去帮忙的时候 我们真的满众生的愿望吗 其实大部分很少 也不会说完全没有 因此你嘴巴虽然念观世音菩萨 其实我们很多人心根本不像观世音菩萨 好 看八十五页倒数第三方 菩萨的大愿 在这大愿当中 师父要 武充三个 这出自于大制度论 也出自于龙树菩萨的菩萨之良论 说作为菩萨要有三种 第一个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二个要有无恶的智慧 Nonual Wisdom 第三个要有菩萨 那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菩萨是最重要的 我在上一场有讲过菩萨 所以一半的人也有听过 那因为还有一半的人也没有听过 师父会讲得精简一点 请翻开八十六页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这里的一切法就包含南传 北传藏传的教育 请看第三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众 这里的一切众就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 我都要去帮助他 你就知道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利益广大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说 在拜大悲餐的时候 在庙里唱一唱 结果呢 旁边的人呢 在你最旁边的人就最讨厌他 其实这样子的话 你没有真正实践大悲心 那八十六页 抱歉 师父本来很想一条一条讲 那请各位呢 上网听显密原容关于法文 我在新加坡讲 我有一个一个字讲 今天我这一段 我会讲两个 讲菩提心跟愤怒本尊 请看幻灯片 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这个呢 我曾经听过我的老师 至少讲过五次以上 可是他每一次讲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那样 这个听过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次都会反省 我真正呢 可能初的菩提心我有 中的菩提心有没有呢 细的菩提心我有没有呢 第一个你要发现 一切的众生离谷得乐 就像 马德特雷萨 或是印度的 马哈甘迪 虽然他救了很多人 也是让众生离谷得乐 但是他只会升到天上去 注意你看这一讲 一切的众生 这是很不容易的 包含呢 你看到呢 对你不友善的德国人 或是你讨厌的土耳其人 你都没对他成佛 所以其实其他的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那是因为鬼教 或道教 或民间宗教 或是一贯道 其实他们也在帮助众生离谷得乐 但是为什么他不教佛法呢 第二个他却第二个 就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 教化一切的众生 成就无上的佛国 那这是很大很大的怨心 所以上一次我用很多张照片 现在我把它剪接 第一张阿里山的日出 第二个 蓄日东生的日出 出了第一道阳光 你就会很兴奋 接下来你再再看 对 在蓄日东生那一刹那呢 你会觉得 哇 非常的兴奋 可是真正看到日出的时候 就像这样 这个是说明什么 就是说 若有一个活地子 在家出家 他真正了解了菩提心的话 他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会震动十方一切的佛国主的 所以华言经有一个叫 初发心功等品 那他就会在人间 不管用什么身份 帮助一切众生 接下来 那他 当他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夕阳夕下的 让落日的太阳 然后呢 他一样还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 你看夕阳夕下的时候 水鸟啊 他都会得到光芒 所以在这里我老经常想到 就想到台湾 马虎山圣言法师 我在马虎山留学过 对不对 他虽然广生了 可是他的叫法 他的悲心跟愿力 一直透过网络 书籍 DVD 在全世界都利益 无量理念的众生 所以你要利益众生 你先要有广大的理性 好 现在请翻过来 八十五页 我讲应激说法 应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了 所谓说法 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讲 今天我想讲这个故事 以后会定 观音菩萨来度众生的时候 他不一定只是现佛身 假如你是女众 观音菩萨一定会现一个 在家的居士 因为想男生的话 会被人家误会 假如你是一个男生 那观音菩萨 就会现男生来度女 那可是呢 你要怎么去理解 观音菩萨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 所谓说法 那请问观音菩萨 可能会不会现德国人的身体呢 答案是会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观音菩萨 他怎么度狗跟猫呢 在《大乘庄严华王经》里面说 观音菩萨就真正投胎 做狗跟猫 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你会说 哎呀那师父 那现在流浪狗里面 会不会有观音菩萨 答案会 可是如果流浪狗 无形被宰杀的那一刹那之间呢 观音菩萨 他会自然的死亡 离开 为什么 否则他没有自然死亡的话 你杀的话 就是杀菩萨 那个罪过是很深重的 那他会自然因为疾病 或其他的原因 自然死亡 死亡以后呢 你杀的只是一个动物的尸体而已 好我讲我一个例子 半年前我在台湾 这个我们叫Metro M-R-T 这边叫Underground 我叫Superway 没关系 有一天师父就去了北边 石牌捷运站 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 约好八点钟 可是我比较早到 到了以后呢 师父是穿一身服 那我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 在石牌捷运站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盲人 盲人大家知道 就拿那个铁啊 这样子 那时候因为下班 七点半左右 我想我还有时间 可是没有人要领他 因为大家下班 乘乘忙忙就走过去了 对不对 赶着回家 赶着吃饭 赶着参加朋友聚会 没有人要领他 他就站在那边 那突然呢 师父就走过去 我说先生您好 你需要帮忙吗 他看不到 他是盲人 他听到我的声音 他说 对对对 先生我要你帮忙 我就牵着他的手 牵他的手臂 在盲人那个时候 你也不可以乱碰人家身体 要尊重人家 所以你就牵着他的左手或右手 大部分都牵着个手 然后你扶着他 我就问他 你要去哪里 他说 我要往前面一直走 我这是石牌捷运站 我下了班 走到前面呢 大概300公尺的地方 向右转 有个Yamaha Yamaha呢 然后再往前走 我要到巷子去 然后我就说 那我送你去好吗 他说谢谢你 然后我就走 走一后 他突然就问我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 他突然问我 先生你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老师 对呀 师父本来就是老师 然后他就问我 你说你教什么科目 我心里想 我教很多科目 为什么你知道 师父要这样打吗 因为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 我们要去尊重人家 假如我跟他讲 我是师父 他可能说 请你走开 Yamaha 你是魔鬼 我不要你扶我 可是现在的重点是 目的是我要帮助他 你不用去 特别强调你的身份 然后呢 走着走着 他就说 听你的声音 我想你一定长得很庄严吧 我想 哦对对 我长得还好 然后我们就聊天了 聊得很愉快 走到前面呢 因为要过马路 他看不到 我说等一下 现在很多车 你等一下 他就要等我 然后我跟他说 左右没有车 红灯的时候 快点 你跟我一起过去 我就送他去马路 继续往这里走巷子 走到呢 在一百公尺以后 他说前面有个面包店 面包店的对面 就是84号 我住在四楼 然后我就送他 那因为他是眼睛瞎了 其实他还看不到 我就送送 送到呢到门口 到了门口就问他 我就很尊重人家 我说你要我送你上去吗 他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也有很复杂的人 对不对 也有很多人专门欺负啊 或绑架啊 或恐吓啊 勒索 所以我说你不用就不用 那我就说 那你自己找得到钥匙吗 他说我找得到 然后我就拉他到84号的门口 我说门口到了 你自己拿钥匙吧 拿钥匙以后呢 他就开了门 开了门 我说你确定不要我送你上去吗 我就直接跟他讲 我不会进你家 我只是确定 希望你是平安 你进到你门口 我就走了 他说不用 这个楼梯我很熟 那我就问他 你自己住吗 他说是 那这房子呢 他是自己租的 然后呢 我说那有没有照顾你呢 他说没有 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住 然后我去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盲人的按摩师 知道吗 每天他要走一样的路 搭捷运 然后呢 到别的地方更远 下了班就回来 其实他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最后呢 我就说好 那你好好保重自己再见了 结果他突然转过来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 先生你心很好 我希望下次来见到你 我心里呢念一声阿弥陀佛 愿度一切众生皆成佛 其实他都不知道我是师父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给你听 这就是不是师父炫耀 也不是我修得很好 我没有这样的念头 我只是告诉你 帮助众生啊 重点是你要抓到慈悲心 尤其是佛外 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人家讲佛话 有些人呢 他一听到佛教 他就不想跟你谈了 那很多东西 你就用佛教的话 是去强迫人家吃素 强迫人家一定要诵经 那所有东西都跑光了 重点是你要真正有悲心啊 用行动去帮助众生 所以当然没有错 这位盲人他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我是老师 我教很多科目 对不对 那我发愿我将来来生的时候 我因为度他独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你要跟他有缘帮助他 所以为什么佛菩萨 要生生世世 千把异化身来人间 因为你说没有缘的话 你是不可能度他的 好 请看下面 所以86页 请看讲运 大卫观世音菩萨 就发了这十个大愿 事实上出自于唐朝 好 茄范达摩翻译的大悲心 佛罗尼经 所以可以看到下面 所以在《光无量寿佛经》里面 说观世音菩萨 他可以光中化 魔化六道众生 请看右边跟左边 对不对 左下者他就是马 所以观世音菩萨 就好像告诉他过去式的记忆 举方说观世音菩萨有神通 他看到这个众神 过去是念地藏菩萨圣号 观世音菩萨就为他说法 然后突然观世音菩萨就会唱 狼魔大愿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过去修过地藏法门 就像雲西地一样 他一听到 他心里就开始念地藏菩萨 那地藏菩萨一直念一经念 他业力经的时候 他就逐六道轮回了 所以假如各位好好念苦 闲洗愿品 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 会为你送什么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狮子 我已清净生于 亦一切便礼境无余 因为观世音菩萨有神通 会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你最专修的法门是什么 当然假如你圣经奥弥陀佛的话 请看左手边 观世音菩萨 也会变西方三圣 所以他也会献奥弥陀佛的身 来度你的 再接下来看 观世音菩萨有发愿 对不对 从第五愿到第八愿 希望速成般若传 找得悦苦海 速得界定道 界定道 找灯涅潭山 所以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度六道众生 所以为什么师父会 苦口婆心重复要干 你看六道轮回 其实我们只是想 反正我住在人间 德佛也很好啊 想那么多做什么 错 生命其实很苦短 最多也给你活个七八十年而已 那看这张就是新加坡 佛亚寺的六币武力轮关音 非常的庄严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师父流眼泪 因为他代表度六道众生 手上有拿六种法器 然后其中有一个手是空性的 代表波仁波罗蜜 在那度六道众生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若像刀山 像果汤 像地狱 像恶鬼 像修罗 乃至于像畜生 各位请特别看 我若像恶鬼 恶鬼自毛满 请看观生片 就是观世音菩萨度恶鬼道的众生 你可以看到 这些恶鬼生 其实过去都是佛弟子 因为观音菩萨不能度无愿众生 那这些众生 虽然他听到佛法 但是他还是造很多恶业 不能控制自己的烦恼 到地狱恶鬼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先会写 因为地狱的恶鬼众生 就是脖子细细的 肚子大大的 观世音菩萨先羊枝撒甘露 片撒三千 然后他喉咙里的烟火就会熄灭 接下来观世音菩萨会念变食真言 你看观音菩萨丢下一粒一粒像甘露的食物 后面是善财跟龙女 对不对 他地狱恶鬼出身 就先解写他的恶业之苦 接下来 然后给他辨食真言 满他的肚子 饥饿之苦 接下来观世音菩萨会他说法 说法他说 可念佛念法念生 或念咒或念佛号 所以他就会离开恶鬼道的路 接下来 好 接下来我要讲 这个看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佛 修罗是很凶的 现在讲显密远容观音 在我们大寸佛法里面 我们都期待共观世音菩萨是非常的庄严 很好 可是大寸佛弟子很不喜欢愤怒向的本尊 这是你自己的排斥心 举个例子 在北传佛教里面 我们讲做渝兰彭会 观世音菩萨变成交面大事 也叫做面然大事 他就是献鬼王孙 你看就这一张 我们在新加坡里的道场拍到 上面就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天 观世音菩萨就是在佛战士的时候 阿难尊者在打坐 打坐在入定当中 突然观世音菩萨知道因缘道 就被一个贵王在面前 阿难对不对 我是鬼 你要发愿来度我们这些幽灵界众生 你如果不解决我们的话 七天以后你就没命了 这时候阿难被吓到了 他就赶快跑去问佛陀 到底我看看是幻境呢 还是魔境呢 到底这些幽灵界众生 我怎么帮他 所以因为阿难尊者在起请 佛就讲于兰彭经 所以为什么现在七月十五 最后一天 当出家人三个月 结下安居的时候 要度一切众生 会做于兰彭会 其实是观世音菩萨视线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来吓阿难尊者 吓下他以后呢 他带恶鬼道的众生来度他 然后求他 所以他向佛起请 所以你看这个鬼王 教面大师 我叫面人大师 是很恐怖的 那可是各位推听再看 这张图片里面 虽然他很恐怖啊 可是他内心里 是充满慈悲心的 你不要用凡夫的心说 哎呀这个怎么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不 这就是观音的化身 观音要度鬼道的众生 他就是现鬼王身 他度出生道的众生 就会现出生身 再看 如果有机会 你到印度尼泊 叫Mahatara 对不对 雌雕的 印度教跟佛教都伴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我要解释一下 愤怒尊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 假如各位都做过 爸爸妈妈你就知道 你教小孩的时候 小孩子有时候你疼他 有时候你可能也宠他爱他 可是有时候 因为你太宠他了 他就爬到你头上来了 这时候呢 爸爸妈妈 我们中国人讲 严父慈母 爸爸跟妈妈 两个要谈好 教孩子的立场 有时候一个要扮黑脸 一个扮白脸 为什么呢 严父对他很严格 然后慈母 很照顾他 这样才会把两个孩子 两个人合作 才会把孩子教好 假如两个都很凶 孩子会被吓好 如果两个都太溺爱他 将来会被宠化 讲到今天我插过一下 像我 我的爸爸都是军心教官 老师讲我们很怕达脸 他很严格 他是大陆人 脾气很不好的 我们吃饭的时候 是不可以说笑话的 你要吃话讲话的话 那个棍子就在旁边 就打过去了 所以我爸爸关门 比得很严格 可是我妈妈很爱我 很惭愧地说 现在师父虽然觉得 当时我不是蛮怕我爸爸 甚至我可以说 我恨我爸爸 我觉得这个爸爸 我的脾气太坏了 可是当你慢慢长大以后 还好我爸爸 很严格 所以我们全家人的品德很好 这时候你反而会感谢 那时候爸爸妈妈 对你的爱心跟悲心 不管当时他是对你 慈悲的或愤怒的 鼓励你或呵斥你 其实他的心啊 都是希望你好的 了解吗 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 愤怒相的本尊就是这样 但在这里我多说几句 愤怒相本尊的时候 不可以称心相应 很多人学了藏传佛教 我看到了 好 我要去灌点 然后我希望我生意好 求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我这条街 只有我生意好 其他都都生意不好 错 你根本就误会了 愤怒本尊的意思 因为观世音菩萨 不会只救你 而不救其他的众生的 昨天讲 观世音菩萨 有平等的大悲心 好 接下来再看 因此 不但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有愤怒尊 请看香港大雨山 观音寺的万卓格五方佛 中间看毕如遮纳佛 若而各位到日本 参观日本东密的时候 毕如遮纳佛是报身佛 也是释迦牟尼佛报身佛 重重无尽讲无量经 但是在愣言会上 也就是愣言神咒的时候 以及东密经典里面 你知道释迦牟尼佛 除了现这么庄严的 报身像之外 下一个 惠吉金刚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笨像 它是做佛文的护法 它也是很重要的本尊 所以在东密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 没有一个人不败大日如来的 没有一个人不求 惠吉金刚的咒语的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愤怒像 所以不管是显现慈悲 或显现愤怒像 像是虚妄的 它的本质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所以你也是可以做菩萨的 所以在我们台湾呢 在捷运的地方 就是说你也可以做四壁观音 关怀众生 关怀艾滋病 关怀很多的可怜的人 所以最重要是你心去实践 观音菩萨的大悲功德力 好 接下来再看 那在 观音菩萨 请看八十五页到九十页 这一段呢 我只能讲重点 请看 观音菩萨有十大愿 是出自于唐朝沙门 截犯达摩义的大悲心佛罗尼经 可是若你看八十七页 观音也有十二大愿 是出自于各位常常念的 妙法莲华经本能品 简单的讲 它以身口义三类 然后身可以免七种灾难 像刀兵节 水灾 火灾 或被人家陷害 或打官司 意念可以解除 贪嗔至苦 身可以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为什么观音菩萨这么慈悲呢 因为 尤其 举个例子 为什么观音菩萨知道 弩回礼很苦 可是每一个人都希望 多子多孙多福气 比方说师父认识一个朋友 他以前是长庚医护人员 叫昭芳 他也拜观音跟地藏 他第一个小朋友 就是拜观音菩萨而生的 第二个小朋友 他是拜地藏王菩萨生的 所以两个都是相好庄严 非常的聪明 那观音菩萨为什么会满你这个愿望呢 因为你还是有世间 加有祈求 那因为满你的愿望 所以你在佛法才会生起信心的愿力 你才愿意受持 接下来看四点三八十七页第九行 受持大悲神咒是出自于大悲心火炉 已经有很多功能了 请看万灯片 一可以往春敬佛国土 今天如果有时间我后面会讲 第二个就是你事出世间 一切的所求会如你的愿望 举方说我们商业金色 从旧的金色 搬到新的金色的时候 师父也是带领干部 祖祖念了一年 每个礼拜六拜一次大悲餐 我们拜了一年 才找到完全很适合的道场 所以你事出世间的愿望 都可以祈求 第三个请翻开 八十八页第十行 能忏处一切的重罪 包含你有意无意的 伤害众生 毁谤三法 你并奉很多 所有一切的痛苦 所以都可以忏处 所以就像你拜慈悲三味水 忏良宝宝忏一样 但是它要在特定的时间跟空间 你才能够羞耻 可是大悲神咒呢 是你哪里都可以念啊 第十 再看第八十九 第一 不受十五种饿死 跟一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饿死 我讲重点 现在东南亚 全世界很多人 都会碰到人家会下降头 或是呢 用你的所谓的生成八字啊 去害你 或者呢 人呢 假如会发现呢 为了生意啊 或是明争案 都会养小鬼 假如你发现 人家用你的生成八字 或是呢 下降头 或伤害你的话 你不要害怕 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神咒 你也不用花钱 一切呢 这都会解决的 这叫不受十五种饿死 因为当师父去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文化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师父 我觉得我头晕晕 常常被人家下降头 好像人家害我 其实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真的话 你念大悲神咒 那一切就会解决 一就是呢 你这辈子想要是我求如愿 求健康 求长寿 求身体好 求发财 求家庭平安 还有十五种功德 通通都可以圆满你的愿望 好 接下来看九十页 能共发心 那我们很多人 只是念大悲咒 我们也去观音宝 甚至可能我们看到 观世音菩萨都会受欢喜 但是严格说 不管你念大悲咒 或念普门品 或是念观音圣号 你要用下面十个心 来检查自己 你真正有没有修持进步 很多人嘴巴是念一念的 可是还是造了很多口验 喜欢去毁谤三宝 甚至讲很多八卦 很多是非 所以 待会我们若用这十类 来检查自己 你会发现十个人里面 抱歉我直说 会有八个人都是不及格的 可见说 你虽然嘴巴是念大悲咒 道教会观道 也是念大悲咒 可是你只是嘴巴念 可是在心里 却没有转动力量 所以这个十种心 就是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 好 那在这当中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上次讲过 第一个 佛法不是只有听而已 听很重要 第二个你要检查你的观念 是对的 不对的 错的 或是正确的 适当的或不适当 最后 什么叫修行 有很多定义 真正改变你的身口 异行为 才是修行 至于念咒 诵经 这是修行的方法 那我观察到 东南亚很多佛教徒 他是很认真念经 也很认真参加法会 可是你看他的习气 还是都是没有修行 彼此还是这么坏 做事情还是这么没有耐心 还是这么自私 那现在 在我们讲这十个心里面 我今天会有一些补充资料 先看看佛陀他怎么成为 你看佛陀是雪山补习吗 有人说佛陀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可能有些学尽中的联友会这样说 很抱歉我告诉你真话 佛陀不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佛陀是净化自己身口意 佛陀学过无量的正法 佛陀是误了元起信空而成佛的 请看佛陀在雪山补习 他应该只是一粒子马 喝水 然后昼夜精进空歇 这尊佛像是我在东宁住 佛陀家也买的 这尊佛像现在就供在我房间 我常常看到佛陀家 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们佛弟只说 我们是佛教徒 其实我们是这里玩玩 那里看一看 其实我们根本也都没有用功 你看看佛陀怎么用功 你就知道 第一个 佛陀他成佛的时候 降服了贪的烦恼 你就说他深深逝逝 但是对于男女的欲望 还有一切的贪爱 占有牵挂执着 他东东都亲近了 那魔王派了三个漂亮的天女来 来诱惑佛陀 佛陀说 你们认为你很美啊 只是个皮包着一块骨头而已 佛陀用佛光一照的 他们三个人变成骷髅头 看到自己以后 然后三个魔女 啊的一声就不见了 表示什么 佛陀深深逝逝调服自己贪的烦恼 这里的贪不单止男女的欲望 表示广义的 就是贪爱 占有 牵挂 留恋 执着 这个你都要一个一个去努力 不要说在家居室 出家人 你说贪饲料 贪信徒 贪法会 贪供养 那你还是贪吗 所以很难的 这是真的很难的 第二个 佛陀撑 那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发笔记呢 其实我们常常天天都发笔记 尤其一点不高兴你就发笔记 那你看哦 第二个 贪不能诱惑佛陀 魔王就开始派了千万的万马军腾 像这些妖魔鬼怪一样 来证爱佛陀 然后在这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右上者 佛陀右手 且降魔印 那这个图是指于南传佛教 所以南传佛教的传记里面说 佛有一个叫监牢地神的户法 让他 让佛没有障碍 其实佛不需要监牢地神 监牢地神只是做证明说 这个地球 澄清佛陀利益众生 在这里利益广大的众生 佛陀是自己有界定位的功德 而降服一些妖魔鬼怪 这代表佛陀降服 不撑的烦恼 接下来第三类 这时候魔王看到他也没办法诱惑佛陀 撑也没办法 接下来吃 吃是什么呢 看这里前面是佛陀打坐 后面魔王就出现了 我跟你现在一模一样 高达玛西达塔 他就抓着佛陀说 这时候你跑不掉了吧 你知道佛陀怎么说 本来就无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佛陀是误了元起进空 然后魔王就不见了 最后 佛阅读仪心 就进成佛 佛陀是这样成佛的 也就是说 他深深深深深在内心里 是调伏自己贪嗔之乐烦恼 他多生多结的功德力 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 阅读仪心而成佛的 换句话说 佛陀成佛不是只有仪式 是多生多结 所以待会我们讲 观世音菩萨有十个心 就是要让我们检查自己 转变自己的心的 好 接下来再看 这时候佛陀成佛以后 他本来不想说佛法 因为他误入了圣深的佛法 他想说 这时候我讲佛法 众生是听不懂 而且会毁谤的 因为毁谤又不相信 他会堕地狱 这时候左上角 尊贵的大幻天王 拿着莲花 佛经里有写大幻天王 还有很多的天众 拿白色的法国 拿金色的法文 还拿莲花 来跪着提醒佛陀 佛陀啊 希望你大慈大悲 不要忘了你多生多结 利益众生的大悲怨心 众生在无量节里面 甚至这种轮回 好不容易成佛了 希望你慈悲地转返 为众生说佛法 若众生没有听到佛法 就在茫茫的黑暗大中 是没有日月的光明的 这时候大半天这样 请醒了三次 最后佛陀说 善哉善哉 既然你提醒了 那我就开始为你说佛法 可是这个时候 佛陀不是为地球的众生说 他现在讲什么呢 现在印度菩提加也 讲21天的大风扑 火花烟经为过去现在 未来的无量的大菩萨 和无量的佛佛讲 讲完了以后呢 佛才开始讲阿含经 度无理究 昨天讲佛力 法力 自力 这三个很重要 现在看九十页 九十页这十个心 你要从这三个角度去求 有时候你可能知道 举个例子 你知道我不要抽烟 可是你看到烟 还是很难控制 那你怎么办 那你要求活力加持 有时候你看到帅哥美女 你也知道 我不可以 有这个越魂的行为 可是你觉得 你堪秤之烦恼很多 那你要求 欢声音菩萨救救你 活力加持 有时候你要靠自己的力量 鼓励自己 所以在这个活力 法力 自力 这三个都很重要当中 有时候你要靠法 诵经 传作 有时候你要必须念佛 念咒你才会调补自己 但是以下要讲的十个心 大部分是第三类 自力为主为多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好 请看一下幻灯片 这是补充资料 有时候你会发觉 我们讲心啊 这不再讲义理 专心听 没关系 我们会全程录影 第一个 心非常的抽象 又很广大无边 所以佛经讲 广大无虚空 身侧人大 所以佛陀只好 苦口婆心举例说明 讲心可以产生力量 那有时候你会发觉 我们心会顺着正面的念头 我今天很高兴看到可怜的人 或贫穷的人 我很想帮助他 这次是非要谢谢很多人 也要谢到柏林的这个 男贝贝跟男太太 对不对 他们也很诚诚地送便当来 你看心啊 身体正面啊 对护士三宝救度众生 你就会升起功德 但是你会发觉 有时候我们心也是会升起很多恶念 昨天没有睡好 火气很大 今天呢 可能碰到很多东西 就跟他吵架了 就发起瓶气了 甚至呢 得理不饶人的伤害别人 你看我们的心 顺着恶面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会造谱业 喜欢东讲 西讲 讲这个庙好 讲那个庙不好 讲这个师父好 讲那个师父不好 你看我们都在造业 但是呢 我们都不察觉 所以讲话要很谨慎 接下来 你看我们的心 就像大海一滴一样 你的命运 其实就是你的身口意所造成的 没有说关心菩萨来侵察你 关心菩萨念念都救度众生 可是我们不会更细微的去看到自己的念头 那真的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要修禅修 接下来 我们的心念呢 就像呢 我拍的这张 九寨头万马奔腾的瀑布 当你贪真之起来的时候啊 其实你伤害过众生 你也忘记了 可是呢 我们帮助过其他的众生 也可能也忘记了 接下来 再看 心在身体正面的时候 你就会修习善法的习性 所以啊 清静道场是很重要 清静善知识也很重要 同餐到友 有时候也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鼓励 所以你才会有修持善法的功能跟习性 也就要简单地讲 你要建立好的习性 第二个 有时候你也会发现你会有负面的习性 你就会造很多恶业 比如说年轻人喜欢吃喝玩乐 杀盗迎忘酒 吃喝玩乐 就什么都做啊 等他住的时候 他后悔就来不及了 昼夜难改的恶行 我最常比喻的像 比如喝酒 抽烟 还有说谎 说谎你会发现 你说了一句谎 你为了要解释这句话 你可能要用十句言再去说话 结果说了十句了 你发觉你还要再画二十句说话 那你为什么当初第一句话的时候 你就不道歉呢 很难哦 修行有时候真的不容易 接下来再看调伏心念 今天我们讲这十个心 其实就是调伏我们心念的方法 佛话讲因缘果报 因是在孽代的念头 缘呢 是内在的外各种条件 果呢 就是现实的结果 报有现实报 也有未报 请看 比如说我报 有人常常都会说啊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啊 有人会问我师父 为什么好心的人都很短命 那坏心的人都很长寿啊 错 因为你只看到这一生 你没有看到过去 现在 未来 你觉得有些人好心 他很短命 是因为他过去不一定是好心啊 你没看到 你又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人啊 他脾气很快 可是他很长寿 可是你没有看过他过去是救过很多人 举一个例子 虽然是不活教 我常常会去基督教天主教的联合国世界展望会 身为上网查过 他一年就八百万的所有的众生 一年啊 那比慈禧功德会跟国光山所救的人更多啊 他说全世界贫穷的人 小孩 孤独的人 生命的小孩 八百万人 为什么 因为 就算起一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的一个革新 他现在重视他不是佛教 可是一个慈善的晚会 慈善的议演 他一捐就好几百万了 他虽然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按照因缘果报去做 当然他就很健康啊 也很长寿啊 可是我们呢 常常看不到过去 现在未来 就会觉得说 哦 为什么他有 我们没有 答案是他修 你不修啊 所以佛法是很公平的 当你了解了因缘果报 连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啊 他也没办法改变因缘果报的法则 他只能告诉你方法 要靠你自己去修 所以你想想我们的念头啊 实际上初一到初五变化 所以我们的念头要训练 在这个场地 我们没办法讲点灯 可是我们在汉堡了三天讲 六度波罗密最后一张点点灯了 你看我们的心像蜡烛 可是如果风一吹 或是冷气一吹啊 那你的灯就会熄灭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要灯照 这个灯照代表什么 戒定会的功能 假如你不学佛法 你只是做慈善事业而已 我跟你说 来生啊 你虽然啊 还是会很有福报 但是你心中还是很苦恼的 这是跟你讲真话 为什么 因为你并没有改变你的心啊 对不对 所以佛法 他要有掌握菩提心 他要修戒定会 对不对 接下来 你的心啊 虽然很小 你看 就算你在家里 照顾三个人 五个人 就算你是公司的老板 CEO 最多人照顾两百个三百人 假如你现在德国的总理呢 你最多也照顾八千两百多万人而已 其他的国家呢 你也不管啊 大费关西音菩萨不一样 十方的众孙啊 他都会顾念你啊 所以你才知道说 我们真的修关西音菩萨法文啊 是会很真心的说 我们不要准备各位啊 我们的心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啊 所以你才会发现 你办了一辈子的关西音菩萨 都没有感应 因为你的心还是这么小 你得慢慢训练 你的心要像灯塔一样这么大 你看 像台湾 和鸾鼻的灯塔 不是每一个机场都有灯塔 为什么 因为在晚上的时候 飞机才能够撞到箭头屋啊 接下来 你要慢慢训练呢 有平等的大飞心 不但德国人也帮 华人也帮 土耳其人也帮 所有一切的宗教 你众生你都帮 最后 你才会训日东春的太阳 片照前面 大飞观西音菩萨 就能做到这样 所以 佛教 说深 也真的很深 说浅也很浅 要往内心里去训练 而不是往外面去浅 因为外在的东西 都永远是不可靠的 第一个例子 像日本 很不幸 对不对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生了海啸 和地震 可是你会看到日本人 有很了不起的 他们叫软实力 地震了这么多 大家不会啊 连打个电话 全部都是排队的 我想其他人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虽然灾难来了 可是他们有很坚强 什么叫软实力呢 就是新的力量 物质可以摧毁 可以重建 但新的力量 是很大的 佛教也是有这样的力量 但是你得学佛法 去信念你的心 我的西藏哥老师 常常说 其实我们的心的力量 比一个核子炸弹 还大的力量 可是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学佛法 我们也不训练 为什么你看到世界上 有很多特异功能的人 为什么你看到西藏的高升 有些有神通 甚至有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那就是他生生世世都在修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真心 真正去努力的时候 就像会清静的莲花 放出波忍智慧的光芒 好 接下来我要补充 讲心与静的关系 等我讲完这一段 再讲下面十个心 你会听得比较懂 你要操的话也可以 师父先打起来 第一个讲心跟静 我表演给你看 待会讲字他交换也是这样 举一个例子 心是师父的目鱼 静呢 是我的这个引气 我的心看到外面的境界 比方说心就是我 我现在心目之处在这里 我看到了在座 所有在座的所有联络 你的脸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是男咒女咒 你是穿什么衣服 有黄色的 有绿色的 有格子的 有条纹 师父为什么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你心很宁静的时候 可以看到外境 所以看第一个图 心会看到外面的境界 那其实我们每天也在看 为什么 你一大早起来就刷牙 你在看 今天的我的头发很乱啊 对不对 我今天好像呢 青春痘又多了 你会洗脸啊 你要刷牙 你还觉得你要涂一些药啊 可是很可惜的是 你深深事实都只看自己的脸 可是你深深事实没有洗自己的心 佛法教你的是要洗你的心 第二个 我们的心也会受外境影响 外境很吵杂 不好意思 就像你现在 我们坐在这边 没有电影上 我们就会很热 其实我们的心也会受外境影响 看见都不一样 A是心往外看 B呢 是我们的心会受外境影响 比如你住的地方 假如很吵 靠近马路 你就今天觉得睡不好 对不对 你今天呢 还想游行东南亚 新加坡 晚上有时候是30度 32度 新加坡人 经过是24小时都开冷气的 所以电费很贵 为什么 因为没有冷气 他真的睡不着 尤其像现在全球暖化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热 所以其实我们心 还是会受外境影响 那就是因为我们外境影响 所以我们才要清净好的道场 好的老师 好的同餐道友 比如说 为什么你每一个礼拜要去参加共修 你会发现 你这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都在滚滚红尘 心在浑船里打滚 你的心是很混乱 可是你到了教堂 哇 你会觉得很宁静 听到圣歌 Holy Sun 师父虽然是和尚 我听到圣歌 我也会流眼泪的 我小时候也读过圣经 你听到佛号 阿弥陀佛 对不对 或者听到宋经的声音 你的心也会很清凉 可是都是暂时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 你这时候心有很多的念头 Thought Subject 是主观的 客观的 你会受外在的人事物影响 第三个 好 看 心与静的相互互动 你内在的心 Internal mindfulness 跟外在的External object 会相互互动 举个例子 你今天假如突然去上班的时候 你不小心 也不知道老板吗 破口大吗 骂了他 对 骂了你一顿 你就非常生气 你就跟老板吵架了 你说我这么认真 你为什么还不骂别人 就让他们骂我呢 他骂你 你也骂他 你看 他就吵架了 可能呢 他把你就败了 你也赶了 你也滴了慈禅 那你说 观世音菩萨不保佑吗 你吗 不是 是你的称心 神起都毁掉了你自己的工作 对不对 那现在什么叫修行 注意听 注意听 可能在第二次 所谓的修行 是你的心 遇到了外景 人家骂你的时候 人家骂你的时候 假如你现在不是佛教徒 顶他回去 那你就继续融会了 冤冤相报 何时了吗 可是假如你懂了佛法 心掌握到 人家骂你的时候 哎呀 惭愧 先不要顶嘴 第二个 深呼吸 跟老板道歉 不管了 对不对 先不要顶嘴 你的心想 哎呀 我现在修忍辱啊 你就申请了功德 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啊 叫常不清佛萨 他实心事事 你要打他 骂他 他都修忍辱啊 所以他申请了功德 我再讲一遍 有宣伯法 他没有宣伯法 干净在这 没有宣伯法的 人家骂你一句 你就顶他一句 那就渊源相报和思量 你也发了脾气 可是你真正知道 修行的话 真正的修行 其实不在庙里面 也不在课坟里面 虽然我也鼓励 你们念苦闲行愿品 老实讲 真正的修行 不是念经啊 真正的修行 是你念了经以后 有没有产生 你内心里 转动的效果 比如人家骂你一句 你现在可以 不顶嘴 人家骂你一句 深呼吸 心平静 人家骂你一句 你可以修 忍入波罗蜜 那你就升起功德 功德从哪里来 从你调伏我心 了解吗 这是今天我讲的最重要的这一段 你听懂了这个 不然下面十个字 其实你也会念啊 中文跟英文你都懂啊 问题你不知道怎么修啊 那难在哪里呢 菩萨道就说 我发愿要度众生啊 我要被众生孤赖 毁谤 那时候才是真正升起功德 所以功德不是关在家里 不接住人 我发觉有一些佛教 就会跟我讲 师父反正啊 其实听不听真无所为啊 现在网络很方便啊 我只要看DVD就好 在家里念念金刚机 其实老师跟你说 你那是初学 你根本不知道 真正修行的关键在哪里 真正的修行关键是 心与静磨练的时候 你才会升起功德 六度波罗蜜 就是这样修的 不然菩萨干嘛 生生世世要成愿再来呢 菩萨 关心菩萨 这极乐净土 坐在大宝灵花里 他很凉快的 他干嘛来度众生啊 还被众生五入啊 举个例子 释迦牟尼波在世 有一天佛陀讲经 突然外道寄度佛陀 他就跑了 叫了一个女生 印度女孩子 然后呢 就假装要去侮赖佛陀 就是肚子大大的 里面绑个木桶 然后呢 突然佛讲经 他就冲进来 释迦牟尼波啊 是言行不合一的人 他的行为是很糟糕的 你各位看看 我肚子大大的 释迦牟尼波 跟我有男女关系 这样五入佛陀 佛陀讲完经以后 他没有讲话 为什么 佛陀知道 佛陀有神通嘛 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愿 他就静静地没有讲话 这时候天龙八户跟大半天王 看得很像一样 那天龙八户跟大半天王 是有神通的 他就看到这女神 其实他肚子里面呢 是一个木桶 肚子的木桶 后来大半天王呢 就变成一个小老鼠 跑过去 跑到他身子 把他身子一咬的 红尖人的木桶就掉下来 然后大慧云看 原来他是来毁放佛陀的 可是因为他毁放佛陀 那一刹那 地域就裂开了 他就掉下去了 佛陀罗也是会遇到逆境 何况我们是凡夫呢 我们你不要觉得 我一学过 我就一定平安 健康长寿 没有逆境 错 这是你对佛法理解 不完整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逆境呢 因为我们会有过去的业 跟烦恼显现 我再讲一遍 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 若你以牙还牙 那你就生生世世的 渊渊相报 这些调度你的真心嘛 那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会心很平静 会念佛 会念咒 不管对跟不对 你先道歉 你就会生起忍辱的功德 否则六度波罗密功德怎么来呢 请看本影片 我带几张可爱的图片给各位看 第一个复制一下 心往外近看 就像这个呢 KTV每天都戴着眼镜往外看 我们因为我们习惯天天往外看 所以注意听 我们早上起来 也看外面 看镜子 我们也看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们很喜欢比 人比人 气死人 比上富足 比下鱼 其实我们都用眼睛比 可是问题我要提醒你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接下来你再看 现在的年轎人看什么 每天在看电脑 对不对 所以佛教徒我常常说 不要看鬼电影 因为你看鬼电影 你将来会和他 断气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恶鬼道 有你的心变现 你看好不容易我找到这很可爱 右边是多拉爱梦 后面那是左边是他朋友 两个人呢 看什么 看电脑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对不对 每天看得都乱七八糟的 暴力啊 色情啊 战争啊 乱七八糟的 其实他的心会去投胎的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 心往进 不是只有人 你看小双鼠 肚子饿的时候 右手踩着 左手踩着 看他罐子里面 有他要吃的东西吗 一切的众生啊 其实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可是我们没有去训练它 好 接下来看境界 境界也会诱过我们的心 你看我们大会里面都准备很多饼干 对不对 我们去 尤其shopping mall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好吃的 想要的 买的很多 所以我也常常觉得佛教徒 想要的很多 其实真正需要的并不多 对不对 所以下次你去 shopping mall的时候呢 你应该先念个字 control control 然后再念好米图 你看我们看到 当然我们偶尔也可以去享受美食 可是你会觉得我们就贪得无厌 对不对 我们对好的东西 我们都会抓着让它不放 接下来你看 我们心静的时候 爱的深恨的也深 你看左边一个男生 右边的是一个女生 爱是很复杂的 对不对 所以呢 爱也是会变 你付出很多代价 可是他的心会变 你的心也会变 所以心其实上是会受外境影响的 对不对 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很甜心 可是分手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接下来 心跟静相互的互动 你要训练你的心 禅宗讲如如不动 什么叫如如不动 心不受外境干扰的影响 对不对 就像这个举个例子 现在这个是什么 北京的这个熊 对不对 熟猫还是猫熊 然后意思是说 假如你现在住的晚上 隔壁人在开派对 唱卡拉OK 或唱个rock music的时候 你整个晚上都很吵 你就很想着 过去敲鄰居的门 甚至破口大妈 或者呢 call the police 你的心会受外境影响 因此什么叫做惨 有很多意思 第一个 心专注的都叫惨 第二 心 训练 不受外境影响 这叫惨 所以你心要保护自己 你才会得到安乐 但是你要了解 它不会是单一因 单一缘而生起的 其实它是相互影响的 第三个 更深的惨 应该是 跟般若波罗蜜相应 才叫做惨法 并不是现在大家讲的 茶也是惨 花也是惨 然后什么都是惨 其实那都是口头茶的 断气的时候 你根本得不到利益的 好 所以我们常常训练我们的心 佛教里面为什么用莲花 莲花代表因果同时的 好 接下来请看九十页 大悲心 大悲心 第一个要学的是 同理心跟自他交换的心 自他交换 听好 这里的大应该是广大无边的大 不是大小的大 好 我讲结论比较快 比如说师父的这个牧羽 这个影庆 跟桌子比 桌子比较大 桌子跟房子比 房子比较大 房子跟天空比 天空比较大 这个大小的大是相对 其实很小 真正的大 应该是往大边的大 所以佛教徒 这个应该第一个先去 同理心 同理心 世间的心理学也有讲 简单的讲 将心比心 很简单的就是这样 第二个佛教里面 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自他交换 Exchanging yourself into others 好 现在再来 我用这个 合作谱语 刚刚用墓语 请 现在师父用茶杯 跟这个 闹钟做谱语 假如现在茶杯是你自己 另外一个 闹钟是别的 什么叫自他交换 其实我们人是很固执的 永远只是站自己的角度下 就算你学佛了 念了很多大悲咒 你还是用永远站自己的角度下 你都是用自己的角度去强迫别人 跟要求别人 表示你很固执 那什么叫自他交换 平衡换过来 就是我站在他的立场下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现在要帮爸爸的妈妈 做生日 那你要想 请问 我为爸爸妈妈做生日的话 爸爸妈妈希望我们怎么帮他庆祝呢 你想 假如你现在是妈妈 你希望孩子怎么帮你庆祝 那你呢 就会生起慈悲的心 而不是呢 什么东西都是从你的角度下 你的角度下的话 就是你很固执 也很自私 你是应该站在别的角度下 请看 再看一遍 你换一个角度 站在别人下 这叫申请慈悲心 第二个 这样还不够 你还换过来一个角度 再把他的角度换过来想 我怎么样去鼓励他 帮助他 这叫智慧心 所以自他交换里面 其实包含智慧慈悲 我甚至跟你讲 真正的金刚秤 不是只有燕咒 幻点而已 真正的金刚秤 有两个最有大的叫法 一 菩提心 二 就是要自他交换 让你有发现 老公跟老婆 为什么会常吵架 因为你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骂对方 你从来很少被别人想过 你会发觉 我们华人里面 有些在国外受教育 可能比较开放 有些会发觉 爸爸妈妈跟小孩很难勾 都有带勾 为什么 答案是 你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下 你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下 所以我常常说 虽然你爱你的孩子 但是很不幸的 你为你的孩子在国外生存 做工作 然后帮他赚钱 供他读书 可是最后他跟你讲 妈妈你并不爱我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的 不是他要的 那你不是心就碎了吗 对不对 同样的 你今天老板跟员工 也是要自他交换 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乃至于师徒 也是要自他交换 讲得白 不要永远站在你 这么固执的角度下 而且何况你想的 不一定全部都对呀 这才是大悲观吃一菩萨 是他交换的第一点 第二个 平等心 看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 要尊重别人 Showing your respect to another person 在西方教育过去会比较好 可是呢 我发现呢 纵使在外国 也有人会对你 是很粗鲁的 好 现在举一个例子 来一下 假如现在大悲观吃一菩萨 在显密人文观音法 里面我举的是蟑螂的例子 在这边我举个例子 假如现在大悲观吃一菩萨 看到一个德国人 请问他看到什么 若以金刚经来讲 挺像有 第一个他看到德国人 他会先为他合展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人也有佛性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他也是未来佛 第二个 大悲观心不再有神通 就会看到过去 现在 未来 看到这个人 过去 现在 未来 就像河流游到上游 上游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这个德国人 因为过去是造过什么善业 所以他今天 楼胎很有钱 这个德国人 过去因为造过什么恶业 所以他今生 男女关心很复杂 所以家庭很混乱 他会看到他 各种不同的形象 接下来第三个 大悲观心不再就会想 那现在的我 怎么能够帮助他 那这个德国人 根本不像 阿弥陀佛 他也信基督教 天主教 或是什么宗教都不信 你会看到 现在德国人 很相信的大自然 不是 有人跟我说 我什么都不信 我只相信我自己 那这是观心菩萨大小 假如这个人 相信大自然的话 那观心菩萨 就会变一个男生 假如他是男生的话 就会变一个他好朋友 可能是農夫 然后陪他 劝他不要杀身 不要伤害众生 做他的朋友 他不一定会 一下子跟他讲佛法 假如这个德国人 是基督教天主教 大悲观心菩萨 也会变成一个基督徒 天主教徒 鼓励他 这才叫真正的度众生而已 对不对 可是我们常常有时候 忽略了这个关键 所以大悲观心菩萨会看到体相用 这一金刚金讲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人的 你永远要有尊重别人的心 不要有第一个念头是看不起 人家心 就没有善根了 那第一个其实你内心里就否定他 他不可能成佛了 第二个呢 有时候我也确认很多老菩萨说 你应该把佛法跟别人介绍 他说师父啊 他是铁公斤一毛不拔很难度的 叫美法度 很难度 错了 你没有看到他的佛性 当然第二个 在帮助他的当中 你也要升起智慧 也要方法 所以菩萨界至少给人家三个机会 现在给你看 你看到这一张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师父在佑渡去了好几次三次 这是丢在路边的孤儿啊 那现在请问你看到你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哦 好可怜哦 对不对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然后呢旅行团可能就要走了 OK 奥弥陀佛加持你 你就走了 你可能升起一念到两念可怜的怜悯心 的确 可是我现在问你 假如你现在是二文化 或是你是菩萨 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 你很不幸看到了站着前面的 这是你爸爸 后面那是你妈妈 你一定放声大哭的 为什么 妈妈为什么会轮回到这样 变孤儿呢 所以什么叫大悲心 请你写下来 看一切的众生 就像你的家人一般 去关心他 这才叫大悲心 不管你有没有嘴巴念大悲咒 你真正去做才叫大悲心 你看假如这个孩子 前面是你爸爸 后面那个被丢了包起来 是你妈妈 一定放声大哭的 同样以此类推 假如你看到蟑螂 各位呢都会讨厌蟑螂跟蚂蚁 我就用这两个例子举例给你听 假如你有神功 你说阿伦汉 你看到蟑螂 那是你过去的弟弟或家人 你一定也是放声大哭的 你绝对不会打死他的 你怎么会忍心打死你自己的家人呢 你一定把那个蟑螂捡起来 然后关在一个笼子里 给他念佛念咒 还买饼干或买食物喂他 这叫做平等的大悲心 对不对 神过世法师可能讲话很实 有些人听得不太高兴 其实这个才会让你开悟的 表面上那些东西只是节节圆的 你要抓到修行的关键 所以自怕交换什么 就是你不要永远在自己的角度下 接下来再看一下 更残忍的 正是我在巴拉纳西的时候要走 我们的旅行场要上车了 我看到一个人绑着两个猴子 然后一位客人要走 他为了希望得到钱 就打他 然后叫他跳 然后叫他唱 他已经很累了 然后还继续打他 那时候师父流眼泪了 苍生苦尽哪时兴望 印度的人 这个卖艺的人 只想抓两个猴子来赚钱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从头发来讲 一切都有众生有佛心 假如一个榜是你爸爸 一个是你妈妈 一个是你弟弟 一个是你妹妹 你感觉如何呢 可是我们不这样想 所以佛教理告诉你 要有正思维 接下来再看无为心 无染着心 去看讲义 所谓无为心 不是什么都不做 不要这样解释 叫无躁所谓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常常喜欢包装自己 我们要吗 这一点可能有些人 听了也不太高兴 尤其是我的妈妈 我妈妈每次听到这句话 她都会顶我的嘴 哎呀师父 你怎么可以跟众生讲 大家都假假的呢 我们轮回就是一起讲 我说轮回假 就是轮回的因啊 佛教徒学什么 表里要无一 这很难 你也不用去包装自己 你就是真诚跟自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 都被教育的呢 我们要包装自己 才能生存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到了老板 对不对 到了上班公司了 老板问你好吗 其实你心里很高兴 老板我非常爱你 I love you so much 心里想 又不给我放假 又不给我薪水 其实你都是表里不如一的 可是很不幸的是什么 你都是按照表里不如一 你让你活下去 所以其实你也告诉你自己说 我有很多 Petball 米南语要Petball 就是说 我有很多生存的技巧 我在人生中的打滚啊 大风大浪 我能活下来 就是靠这些 可是师父告诉你真话 你就是因为这样的面具太多 所以你才会生存世事轮回的 你没办法反映到自己 真诚的心 跟自然的心 真诚跟自然 请在旁边写一个 佛经理常常比喻一个 小孩进入佛堂 比如说现在小孩 进入一个佛堂 他看到的都很专业 跟我们大人进入佛堂 不一样 就刚刚说 各位去佛光山 佛神去藏传佛教的寺庙 我们一进去一看 哇 好庄严啊 我们第一个都念佛像 哎呀 很有钱啊 这个佛像从哪来啊 什么雕像做的呢 哇 这个寺庙很有钱啊 就像师父啊 还没有来之前去放过巴黎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一去教授 Oh Church is so rich 我听到年轻人讲 他教堂很有钱啊 我说 Be careful your work No a judgment 不要乱乱讲 你只看到了 你有知道多少基督教 听主教的人 省吃俭用 而为了慈善事业 为了上帝 为了弘扬基督教的教法 多少不疲不愿的奉献 我上一次呢 也很不客气地在监狱上 教训了一群年轻人 是吗 来台湾 台湾的慈祭 他来台湾 然后呢 很不幸呢 师父的英文还不错 他就讲 慈祭非常有钱 我当场就教训他 Be careful your work 你知道全世界 有多少人省吃俭用吗 慈祭利益多少的人 我说 You do nothing for anything for the society the people 你对人类根本什么都没做 你只会呱啦呱啦地讲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人啊 很不愿意表领无依 所以你身身世世才 开不了目 那学要开目呢 可能有人听到这一段说 师父我很真诚跟自然 那我不是很呆呆 被人家欺负吗 那就问你 请问你要继续轮回呢 还是你想出轮回 他就问你 第二个 无染灼心 就是你的心要清静 而且我们会有正念 跟负面的念头 负面的念头升起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自己 比如说 你要偷人家的东西 你要想 这个不是我的 我要控制自己 对不对 不用随便偷人的 可是现在的人很可怕 反正听不知 听不知 没人知 那我就先拿了再说 这就是没有控制自己的心 待会我会给你看影片 第三个 空观的心 就要看清楚 一个事件的因缘果报 它的发展 跟法则 跟现象 比如说 包含 看清楚事实 真相的心 包含的过去 现在 未来 也包含呢 看得清楚当中 心中又不要执着 心里能放下 所以放下 其实不是嘴巴讲的 是真正的 然后从事内心去突破 所以观世音古萨 叫观自在古萨 好 给各位看完图片 我们就休息一下 请看 假如有机会 去日本的金格寺 你看 银格寺 心境如止水 我们来 你看 日本人 从中国 印度国教 传到中国 中国从唐朝 传到日本和韩国 佛教非常兴盛 日本人 禅宗也非常兴盛 各宗各派也兴盛 透过佛教禅宗的设计 以及庭院设计 你看 日本人就会设计 这个叫庭院楼阁 那你看 这个叫银格寺 银格寺 非常的美 美得像一幅画一样 你看 它就有道理 为什么看得道理 因为你要 心境如止水 家人的心很乱 贪称之很多 又很急 脾气又很大 又没耐性 其实你是看不到 事实的真相的 所以无为的心 告诉你 不要照做 无染灼的心 是心境如止水 智慧 它进来 就会升起来 我刚才讲 看到的不一定真的 我举个例子 我在新加坡 宏宝 有一次讲完经 以后 讲完经 第二天 我休息 休息完了以后 我去去shopping mall Vivo City 去买东西 后来我走的时候 师傅是跟一个学生一起去买 然后突然我就遇到了 青果金的女友 他突然说 师傅你怎么在这里 百货公司逛街呢 他觉得师傅逛街很奇怪 然后我也问他 你怎么在这里不回家 给我念补鲜星月品呢 答案我跟他就说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我说师傅你想讲什么 我说你虽然看到我在逛街 可是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你根本都知道 我是为高妈爸买领悟的 我的上师生日快到了 我要买领悟的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闲望吗 不好意思 师傅今天不先几面 比还没有念呢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看到的都是真的 佛陀说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告诉 眼见为凭 看到的也是可以做假的 举个例子 你看到的电视 经文报道都真的吗 都是被剪接过的 所以事实的真相 是要靠禅定的心 用智慧去判断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看到的都一定是对的 你看到以后 你心进止云止水 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要智慧去判断 接下来空观星 就是各位常常最了解的金刚经 一切有违法 如梦万号 如梦一般 像水炮一般 像闪电像露水一般 请看 所以香港大雨山 宝莲禅寺 对于波耳金的大殿做雕塑 右边是地势天 左边是大汉天王 这就是波耳波龙蜜金 所以大殿的雕像 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道场是修什么法文的 像我们商业金色 同华言三圣 我们同样华言金 普贤喜悦语 商业金色共牵手观音 我们显教和密教的观音法 我们也都修啊 接下来你看 什么叫空关系 看彩虹 彩虹很美 你又去抓 是抓不到 但是彩虹出现了 你看大家呢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全世界 日本的东京 对不对 上海 然后呢 北京 对不对 对不对 上海 还有美国的纽约 英国的伦敦 澳洲的雪梨 台湾的伊林 全部都在跨里 对不对 他们说笑话 放烟火呢 就是把钱啊 往空中啊 丢上去烧啊 你看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烟火 而且跨里那时候 大家年轻人老人家 都很害 对不对 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看啊 如梦如幻的烟火 其实烟火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请问 你看高崇的云霄节花灯 这些灯 对不对 都是人造的 但是我们大家就要带西家带去 全部去走一走啊 对不对 我们觉得这很快乐 其实我们的快乐是静置在哪里 虚幻的美丽上 好 再来看101好不好 来看 第一 101倒数的时候要准备倒数啊 全台湾听说那个倒数哦 东区啊 101啊 以前师父就在101旁边光复国产教书 101那些很进步啊 有大概一百万人啊 五十万到一百万 这样挤进去就开始啊 五九五八 讲大家疯狂啊 而且很冷啊 对不对 你看下一场 哇 烟火喊起来 大家都非常兴奋 拍照啊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啊 接下来看烟火啊 千变万化 其实只有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再看烟火 哇 非常的壮观 很壮观 不要让烟火其实大家看啊 赶快录影啊 还在拍照啊 可是呢 当烟火结束了呢 全台北市呢 都是无极骂黑的烟啊 请问烟火是真的吗 不一定是真的 其实佛陀也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的东西 都是刹那刹那会变 可是当我们脑筋听说会变啊 可是我们内心里不一定接受 所以佛教徒啊 讲无常 其实我们内心里最排斥无常 为什么 你希望家里永远有工作 永远健康长寿 对不对 老实讲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十年以后你自己有没有工作 师父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工作 可是你不用去担心 你只要努力 你不会饿死 你修不修会 就会有福德因缘的